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 星期一命令豐田汽車信貸公司支付6,000萬元罰款 其中4,800萬元將用於支付受影響的客戶 另外1,200萬元為民事罰金 CFPB表示豐田車貸的融資部門 在保險和其他附加產品方面誤導了客戶 而每項附加產品的平均價格為700至2500元 當客戶嘗試取消相關產品和服務時 卻遭到拒絕又或者延遲退款 經過CFPB調查後發現 單單在2016年至2021年間 超過11萬8千名消費者致電給豐田車貸 要求取消附加產品 但是當客戶三次口頭要求取消後 才得知只能透過提交書面申請來取消 雖豐田車貸已經同意該命令的條款 但是並不承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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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